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帅气又好看的之类 中间的这一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些陌生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火炬树桩 火炬树桩可以发出火焰 然后与豌豆配合作战 可以让豌豆的豌豆种变成火焰豌豆 战斗力加倍呢 而且这次它还可以装铁炮弹 来进行火僵尸的追战 最后一个植物就是我们的蔡温 它看上去非常奇怪 有着一个带来的门牙 它的双手是适合近身攻击的拳头 它可以和敌人近身战斗 哇哦 小朋友们快看 这四个僵尸看起来五彩八蓝了 因为它们的身上都涂上了彩色的喷漆 这个木乃伊僵尸涂成了蓝色 看起来很漂亮的颜色 只不过涂在僵尸的身上就很恐怖了 这个僵尸则是黄色的 穿了蓝色和紫色的衣服 黑色的头发 一大一小的眼睛看起来真恐怖 哇哦 这一僵尸呢 则是把自己涂成了粉红色和橙色 看起来非常可爱 耶 还有一顶皇冠 只不过僵尸怎么都是很丑的 最后一个法老僵尸 则是把自己涂成了橙色 还戴着一个非常奇葩的帽子 怎么了呢 你们觉得这四个僵尸 水里的颜色比较好看呢 哦 彩色的僵尸军团竟然偷袭了我们的家里 家中只有一菜问 美国剑客和火炬木框在 这下要怎么防守他们呢 火炬树装 首先站出来 装点炮弹 这次他要自己一个人战斗了 瞄准僵尸 哇哦 我们的火炬树装简直太棒了 第一次独立战斗就击倒了两个僵尸 还剩下两个黄色和橙色的僵尸 再向我们靠近呢 才乱站了出来 用他的拳头 哈 击倒了黄色的小僵尸 只剩最后一个橙色的法老僵尸还在前进 玫瑰剑客展了出来 用了一套非常酷炫的剑法 击倒了这一个法老僵尸 僵尸们全军覆没了 就三个植物 今天独当营店也是很厉害呢 好啦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和玫瑰剑客 彩温和火炬树装 战斗了四个不同颜色的僵尸 真是非常厉害呢 那么今天我们的玩具就先玩到这里啦 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哦 拜拜